副主委 请副主委 副主委 其实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副主委也要道歉 台湾这个平谱拍卖 4G这个平谱拍卖 从您跟彭心怡教授 在学界的时候 NCC所有的研究计划 就是你们做的啦 对不对 然后接着呢 你们的团队呢 就这样进来担任 NCC的副主委跟委员 然后去创造了 这个平谱拍卖的制度 结果是什么呢 你们设计的制度出来 变成这个失败的结果 加速太多 标金太高 然后你在这里置身事外 说超乎我们的预期 那是你自己设计出来的 制度不当啊 造成这种结果啊 本席心中自有一把尺 你们的整个这个拍卖的制度的设计 就是造成这种结果 就出了问题嘛 过热的时候没有机制啊 其实所有研究就你们两个人 还有其他几个教授 但是主要都彭教授 彭教授主持嘛 你都协同嘛 那个确实我们做过许多研究 那个主委也告诉我啊 说这个整个4G他来的时候 一问三不知 他告诉我说 副主委在主导的啊 所以你今天来这里 不要自身事外了 造成这种结果 其实是一个失败的结果 这个拍卖的结果是一个失败的结果 好 失败了以后变成怎样呢 业者不断的游说 不断的在追讨 追讨回流机制 什么叫回流机制 要政府编列预算 要把这个标记里面切一块回来 去替他们做普及化服务的基础建设 或者是偏乡建设 这个现在我们委员是两派哦 有人赞成哦 张善政一直推哦 今天秘密会议也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 可是有另外一派的委员认为 这个是图立业者哦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电信法20条怎么规定 其实三居的时代 一直就有这样做 偏乡的服务 为了普及服务 偏乡的这些基础建设 以及普及服务所需的经费 现行电信法20条就有规定 每年有一笔基金 虚拟的基金 我们委员会 我们立法院都还没给你们审 有一个基金 虚拟的基金 每年 你们都有一笔钱在做这件事 为什么到4G的时代 还要用政府的预算来做 你是让现在电信法20条规定 这个基金的财务来源从哪里来 我们每年去规划 我们每年去规划下一年度要做的普及服务的建设计划 然后我计算出来那个金额 然后就依据所有不管是第一类电信业者 第二类电信业者 快讲啦 超过1亿元 从哪里来啦 业者 对啦 业者分摊 从业者分摊来的 现在到4G的时候要变成政府预算 这不是图立业者吗 这个 这个本席认为有很大的问题 你看你平谱拍卖 拍卖出一个失败的结果 然后 才来说我花那么多钱买这个执照 然后呢 我要我要一笔钱 政府编列预算来做这件事 而这件事在3G的时代 是业者分摊的哦 这个 那个过去普及服务只有做固网 来 没关系 不管做什么 精神 原来的精神就是业者要分摊 结果你们现在想要用政府的预算 所以你看嘛 学者来到 来到主管官署 做这个事情 就出了这么大的差错啊 是委员指教的事 对啊 道个歉吧 要对在做学者的时候 思虑不周道歉 哦真的哦 我是很高兴你 你愿意这样子 承认 承认这个思虑不周啦 那现在怎么办嘛 所有都卡在你们这里嘛 真的让我们委员支持不下去 因为马上就好像说哦 不要太多了 赶快切一块回流给他们 这个土地土地产业的这个这个帽子太重啊 我们戴不起啊 哦 就我所知 那张三任 那个主委 那个委员 等一下会要他好好来讲 也说 绝对不会去这个资助 业者 那么高抗灾基地台 其实是对于 这个国土安全 人民市民在 防灾啊 防灾很简单 你们要做的 就是在省 他们的服务计划的时候 省事业计划的时候 把防灾区域简讯 传送系统要建立所需的 事业规范 要要求他们一定要达到 要加下去 现在交通部说 因为我们整个手机 整个网路系统的设计 没有这一套 所以像日本那样子 地震一来的时候 立即几秒钟之内 全部传讯到家家户户 这件事情现在做不到 4G的时候 你们在省照的时候 要求这个系统 一定要建立才能够合照 这个做不做得到 我们已经要求了 有要求哦 是 所以一定要提供 一定不提供 他绝对不会拿到 那个指照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过去3G的时代 把2G的这个服务呢 把2G的消费者整个呢 赶到3G来 这个当然有他时代的意义 但是未来4G的时候 能不能吃到饱不知道 对不对 你们没把握嘛 我们委员都要求说 4G的时候 还是要维持吃到饱 可是你们从来都 都不与乐观 好不与乐观 那本席要求你们 这些业者 这些4G的业者 要他们承诺 未来3G的服务 不能够 不能够退步 3G的吃到饱 在未来4G的时代 不管他赚钱赔钱 3G吃到饱啊 3G现有的服务的品质 不能够衰退 这个你们将来也要注意啊 是我们会注意 好你们将来也要注意哦 那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不要在这里承诺的事情都做不到 本席给你看哦 这个是本席咨询过 你们主委承诺过 要要求各家业者改善的服务 你看各家业者 有一个叫最适资费推荐制度 最适资费 因为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不太知道 各家业者 他们总共有多少资费方案 他自己的打电话的惯性之下 该业者 他使用的这个业者 哪一个资费方案 是最符合他的利益 不知道 所以呢 本席在这里 已经执询过 而且也已经决议了 就是要求各电信业者呢 要主动试算以后 在每个月的缴费通知里面呢 就载名去建议 诶 承诺过的事诶 到现在没做诶 来 那个委员可以回答吗 嘿嘿来 你先看一下来 先看一下现在都叫人家怎样 你看台湾大哥大 来先看 先看再回答 等一下要给你回答 台湾大哥大呢 叫他们自己上网去试算 你要讲说有嘛 对不对 来上网试算 问一堆问题啦 所以你的网内几% 你的网外几% 你看看台湾大哥大 要求问的问题这么多 第一个问题 你拨打的对象啊 一般怎样啊 你行动上网的方式怎样啊 你行动上网的金额啊 还要叫他勾啊 到最后去配对成功 设立问题 包吾委员那个是旧的 现在新的出来呢 到现在再往上都还是这个啦 那个旧的保持一个 旧的让他现在再新的往上 有一个新的 有一个新的 有没有每个月自动试算以后 我跟委员报告 没有啊 没有收到他们的推荐 我报告会给你 嘿 现在的报告 不是 你的报告跟事实不符合啊 不是 本席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推荐 最次的 报告委员 网站有 网站有 我们随后会给你 一定会给你 你现在的网 大家随便上网去 现行就是这个 最新就是这个 对对对 跟委员报告 所以他对外他不肯公开啊 跟委员报告 你现在到底做到什么事 最新的做的 你看那个周华电信问的问题 谁知道怎么答啊 还要问说 网内打几% 网外打几% 委员我可以不可以回答 我讲一个最近做的 跟委员报告 我们要求的 在九月份 他们已经做出来一个 根据我过去的行为 只要输入password密码 我的用户号码 我所有的东西呢 可以抓出来 近半年的资料里面 建议每个月最佳的状况 而且不需要用户自己去输入 这个是有 网站什么 我们会给委员 而且是在他 不是网站 本行要求不是网站 我要求什么 来 那个APP还有网站 我们会做超连结 都不要 来 我要求是什么 我要求是 收费缴费通知上面 就印上去给他吧 啊 好这个我们 我们会要求缴费通知的网站 直接跟消费者讲 嘿 就直接可以上去 可以试算 嘿 然后 然后 你没办法试算 自动一个软体的系统 做好了 每个月 不是一个软体的系统 每个月 只要照着那个系统 我在输出 输出他的缴费通知的时候 顺便就可以把试算出来的结果也列印进去啊 这个我们是在网站里面做说消费者 对嘛 所以你还是只要求他们说 让那个那个消费者自己去试算嘛 对不对 你还是要让消费者自己试算嘛 是不是 如果他组网密码就可以算出来了 对啊 就要求你们 要求你们那个缴费通知的时候 就把建议 建议的结果印上去嘛 这个可能有一些困难 比如说 这个消费者 他订的是5G最高使用量 他其实他每个月只用3G 那就告诉他说 你不要订那个5G 你订3G就够了 这个是比较简单可以做 但是那个费率有很多很复杂的 对费率很复杂 啊可是你已经可以试算了 只要输入 输入Password就可以了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一定可以在经过试算以后 就直接通知他啊 已经发展出来了 他刚刚说已经发展出来了 跟官员报告 这个是一个小事啦 这个东西就是你个人的个资 你要自己输入你那个密码 缴费通知也是个人嘛 但是他记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友善个人的个资 你自己输入你自己的ID号码 你可以在里面印出来 你最佳的状况都有 所以你提起承诺说 会再印上去他们可以上网查询的网页是不是 网页对 我是不满意啦 最佳的 你们再继续去追啦 至少到现在都还做不到 人家都还不知道 人家上网去查都还是旧网页啦 我请他旧的卸下来 我请他旧的卸下来 然后用最新的 所以你们未来市局在省照的时候 到底要发展哪一些消费者体贴服务应该要有的措施 你们在省照的时候也要加把劲啦 这个一样会继续下去的 所以其实今天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说 我们非常担心 标金标到这么高 一个不好的设计 一个不好的贫谱拍卖制度 然后导致这样一个难以收拾的状况 在这之下要如何往前走 会遇到什么结构性的困难 要如何往前走 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让台湾也能够尽快的 要走上这个市局的时代 这个部分其实是很严重的考验大家啦 尤其是这种恶性竞争啊 大家怎么撑得下去啊 消费者的权益要怎么保障啊 是 你们要加油啊 是 谢谢文文指教